特朗普确诊新冠病毒的消息算是轰动世界的大事 堂堂一国总统居然感染了新冠病毒 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当然了 从特朗普对待新冠病毒的态度来看 他确诊也并不奇怪 大多数人或许都怀着事不关己的心情 看待特朗普确诊这件事 然而 印度有一个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 在得知特朗普确诊了新冠之后 连续数天不吃不喝不睡的为特朗普祈福 最终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据报道 这名38岁的男子来自印度泰兰加纳邦 名叫布萨克里希娜 他是一名农民 一直在村里的两亩地里务农 去年他的妻子因难产去世了 好在儿子顺利的活了下来 于是克里希娜又成了单亲爸爸 然而 克里希娜却是特朗普的忠实粉丝 迷上特朗普之后 克里希娜先是对着欠有特朗普的照片祈祷 之后他把特朗普的照片贴在家里的墙上 甚至开始穿印有特朗普头像的T恤 并且无论他走到哪里 他都随身带着一个想有特朗普照片的相框 去年 他更是在自家门前建了一尊耗资约1.19万元 大概1.8米高的特朗普等身雕像 他还定期为特朗普举行法会 用牛奶为这尊雕像沐浴净身 可以说 克里希娜视特朗普为自己的精神偶像 因此 特朗普确诊新冠的消息 对他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据他的表弟说 在得知特朗普和他的妻子梅拉尼亚 新冠检测成阳性之后 克里希娜一直郁郁寡欢 整个人像是抑郁了一样 上周 他在网上发了一段一分钟左右的视频 他在视频里痛哭流涕 祈祷特朗普早日痊愈 尽快精力满满地投入到总统大选中去 之后更是一连几天不吃不喝 诚心诚意地为特朗普祈祷 克里希娜的虔诚天地可见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份对特朗普的崇拜 却让他自己断送了生命 当地时间11号 洗完澡喝完茶的克里希娜 突然倒在了地上 送到医院后 被医生宣告死亡 作为美国总统 特朗普确诊之后 接受了最好的治疗和最专业的医务人员 据美媒报道 光是特朗普在里德医疗中心的治疗费用 就超过10万美元 因此即使没有克里希娜的祈祷 特朗普应该也能痊愈 如今出院又解除隔离的特朗普 展开自己的竞选活动 克里希娜却永远地离开了 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不知道这样的死法 对他而言到底值不值